压缩机是空调器的关键部件 它在制冷、制热、除霜、除湿状态下都应该运转 当达到设定温度时自动停止运转 变频式空调器中的压缩机在达到设定温度以后仍然运转 只是转速下降 这里我们是以旋转式压缩机为例介绍 由于压缩机工作不正常属于个别性的故障 所以不用考虑试电源供电不正常 以及为处理器的基本工作条件不具备 造成压缩机该运转而不运转的故障原因 有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把它罗列出来 请看图中的压缩机周围的有关电路 压缩机不运转的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点 1.压缩机损坏 2.过热过流保护器动作 3.运转电容损坏 4.压缩机供电不正常 例如内机与外机电源连接插接线接触不良 或者引线断开 5.机电器介意损坏 6.机电器驱动倒向集成电路 以及外围电路故障 7.围处理器以及外围电路故障 下面我们讨论压缩机运转不正常 故障的查找判断方法 8.如果按照从后向前查找的步骤 9.检查的顺序 可以按照字幕中所列的顺序进行查找 9.如果按照先易后难的查找步骤 9.检查的顺序应该是先检查第四项 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内机送向外机的压缩 电压桑机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9.如果送出的电压是正常的 9.这样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是正常的 9.不用去检查这一部分 9.而应该去检查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 11.如果查出的内机向外机的压缩机供电电压没有 应该检查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 而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一般没有故障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第四项检查是查找故障的分界点 它可以把故障范围缩小 大家在维修实践中注意去总结这样的故障分界点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 先易后难的检查步骤比从后向前查找的步骤要方便一些 但是有些场合从后向前查找的步骤要方便一些 由于压缩机的检查和更换操作 过热过流保护器的检查和更换操作 运转电容的检查前面已经介绍 可以按照前面介绍的方法来检查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 下面我们主要介绍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项的检查方法 在确定了故障范围以后 这时查找故障的步骤最好采用 从后向前的检查方法 在从后向前检查的过程中 如果本级工作不正常 而前级工作正常 那么故障就在这两级之间 现在我们把空调器设置在制冷状态 然后测量内机送向压缩机的电源 请看演示 正常时这个电压应该为220V 好 下面我们测量短子板上这两处的电压 好 现在这两个端子上有230V左右的电压输出 说明室内机组完全正常 故障在室外机组 如果该处的电压是0V 需要进行第五、第六、第七项检查 现在进行第五项检查 检查继电器介意 先测它的绕组电压 它的绕组电压应该为12V左右 现在测出的是11.14V 属于正常范围 我们在第四项检查中 查出输出电压不正常 而这里测出是正常的 这就说明故障在寄电器到输出电压的端子板之间 有可能是寄电器损坏 连接插接不良 如果是寄电器损坏 需要更换寄电器 如果插接不良 将线插接好以后 就可以排除故障 如果在这里测出的寄电器扰组上 没有12V左右的驱动电压 需要进行第六项检查 现在进行第六项检查 检查驱动和倒向集成电路 以及外围元件 主要测的是集成电路 引脚的电压 检查的顺序是从后向前 检查集成电路IC20 先查16脚的电压 再查1脚的电压 再查1脚的电压 检查集成电路IC20 先检查16脚的电压 再检查1脚的电压 好 现在先测IC2 16脚的电压 该引脚的电压 应该为0.5V左右 现在实测为0.79V 属于正常范围 该点的电压正常 这就说明 故障在IC2 16脚与寄电器饶组之间 如电阻R断开 引线断开 寄电器J1损坏 寄电器J1绕组的异端 没有12V电压等 可分别检查和处理 如果IC216脚 没有0.5V的电压 需要测IC2第一脚的电压 该处应该有2V左右的电压 实测为1.94V 属于正常范围 这就说明 故障在集成电路IC2 第一脚与第六脚之间 一般来说 如果集成电路 供电是正常的 这就说明 集成电路已经损坏 需要更换 集成电路 如果集成电路IC2 第一脚的电压不正常 需要检查集成电路IC1 先测IC116脚的电压 正常时 它的电压为2V左右 实测为1.94V 属于正常范围 这说明 故障在IC116脚 与IC21脚之间 如2V断开 引线 断开 IC21脚周围 有通地之处 分别进行检查处理 如果IC116脚电压不正常 应该测 它的一脚电压 这个引脚的电压 应该为0.02V左右 实测为0.02V 这说明 集成电路IC1可能损坏 需要进行更换 如果IC11脚电压不正常 需要进行第七项检查 检查围处理器 以及外围元件 围处理器 控制压缩机 供电的是39脚 由于是低电频驱动 所以当有控制信号输出时 该引脚的电压 为0.02V左右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 这个引脚的电压 实测为0.02V 这说明 为处理器工作是正常的 故障在为处理器39脚 与IC1一脚之间 例如电阻R断开 引线断开等 如果为处理器39脚 输出电压不是0.02V 而是1.5V 例如画面中所示的1.48V 这说明该引脚 没有控制信号输出 一般来说 先不要考虑 为处理器损坏 因为为处理器不容易坏 应该考虑有关电路 例如控制压缩机停机 与温控电路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温控电路中的热敏电阻损坏 像微处理器提供了不正确的 进风温度和热交换器的温度 也会造成压缩机不运转 排除了微处理器有关电路 存在故障的可能性后 才能怀疑微处理器损坏 微处理器损坏以后 要更换相同型号的微处理器 一般要采用原厂家提供的微处理器 如果没有微处理器 需要更换电路板 如果没有相同的电路板 可以更换同类型的电路板 因为主控电路板 它的控制原理 以及工作过程都是大同小异的 只要连接好相应的插座就可以了 通过以上对压缩机工作不正常故障的 检查处理过程的讨论 讲解了电气控制系统故障维修的基本方法 这些方法对后面讲到的故障维修 都是实用的 这些方法对压缩机工作不正常常用作为 而我嘘就好充填的主意 以后再看结束